荣荣可以复活唐三 为何不去复活剑谷斗罗呢 剑谷斗罗作为七宝琉璃宗的护宗长老 就连宁风至都要喊一声书 在五魂殿偷袭七宝琉璃宗的时候 如果没有剑谷斗罗已经相互 恐怕就要被五魂殿灭没了 而且剑谷斗罗非常宠爱荣荣 可以说把荣荣当成了自己的孙女一样对他 在大结局剑谷斗罗为了阻止比比东杀死唐三 两人凝聚出了毕生最强的一击弓向比比东 剑谷斗罗两人同时惨死在半空之中 尽管两人以命相抗 但唐三依旧被比比东捏碎了心脏 两人的进攻只换回了唐三的尸体 没有人能接受这个事实 宁风至像是瞬间老了十岁一般 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了嘉陵关 他在嘉陵关门口一步一步地收敛剑谷斗罗的尸体 尽管宁风至知道他不可能收集齐全 荣荣也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一边是最疼爱自己的爷爷 另一边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在荣荣得知自己有能力复活一个人的时候 荣荣选择了唐三 因为没有唐三 就没有能够和比比东抗衡的力量 到时候就算复活剑谷斗罗也还是被比比东斩杀了 荣荣和小傲将唐三复活之后 发现复活一个神他们两人的魂力会消失一年 复活一个人魂力则是会消失一个月 尽管唐三使用神力帮助他们加快恢复 但剑谷斗罗两人的尸体已经破坏了 就算荣荣有着复活神光也不可能复活他们其中的一人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